政治大人物 企业CEO 有何成功的秘诀 至胜的绝招 周日Mr.Bick 请他们说分您 社会重要议题 台湾文化传承 哪些话题最新鲜 最有趣 周日Mr.Bick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ick 各位中网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ck交点人物 交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访问 到的是远见杂志的副总组笔 李建勤先生 建勤兄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建勤兄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出日剧 或者是我之前曾经 还蛮喜欢看的两出日剧 一个叫做 Dr.X 派遣女医 派遣女王 还有一个派遣女王 不一样 派遣女王是派遣女王 还有一个是Dr.X 就是一个女医师 她也是自由工作者 然后周旋在日本的各大那种 所谓的医疗体系里面 其实不管是派遣女王 还是所谓的Dr.X 中女医派遣女医 其实这两个剧都在描述什么 描述日本今日 社会中大量所谓的派遣 人力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些人呢 基本上他们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 而且在这个体制内能够创造出一种不同的价值 相对的也对当然也对这个企业 跟对这个职场产生了某些冲突啊 跟一些紧张的关系 好 其实这种所谓的非正职的人力 已经形成一种工作趋势之后 我们再从一些巨的这些现象看到说 其实今天连医师律师会计师 你刚刚说的设计师 其实等等职业都已经开始脱离 原本既有的公司体制 用独立接安的方式来寻求更多 自由的工作 那我相信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生 而且是越来越具高学历 或者具专业技术能力的人 反而越来越倾向走向 这种所谓的接安工作的方式了 对不对呢 是 其实 应该是说 就像我刚刚有分析到的 因为由于我们现在企业都发生 都有瓶颈 那所以说 其实它可以提供给员工的一个 舞台也越来越小 那所以说很多 很多比较高专业的人士呢 他们后来会觉得说 我其实我自己的专业 就是一个品牌 就是一个平台 我自己就是一家公司的一个概念 我自己就可以 我不用下面不用有员工 我的产品就是我自己的脑子 是 但我可以到到各个地方去去兜售 在各个地方去去跟人家church church费用 而人家也需要这样的这样的人 所以其实 就是包括我们看到的 刚刚是真哥讲到了 不管是 是派权女一派权女王也好 另外呢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如果 如果你注意看你们的公司里面 有没有一些专业顾问 那也不是你们 有有有 可是他 他就是三不五十 给你们公司高层开一下会 然后提供一下意见 包括像营运顾问 那我们比较常看到像法律顾问 然后以及媒体顾问 像现在很多很多企业也不请公关 就是请媒体 媒体顾问 我说不五十 我来指导一下 告诉你说这个危机处理 怎么处理 好这些人卖的其实就是 都还蛮高端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专业 那尤其像那些 有一些营运顾问 那他就是在在在重要的时刻 然后尤其尤其这些人 其实不简单 因为他可能在在资厂上 那或许是在某一个 某一个领域上 他拥有非常丰厚的一些人脉 譬如你知道吗 很多将官 为什么都会被拼到 拼到大陆去 或者去当顾问 因为他们可能在军方的体系 在比较避锁的体系里面 有一些人脉 人脉 而这些人脉 他真的是外面的人 他没有办法去累积到的 这个就是非常宝贵的资产 没错 但是我想请教进行中话 当然我们之后看到 这种已经变成是 越来越多派遣人力 充斥在这个市场里面 好 那如果我们的亲众朋友 哪一天 或他真的要去碰到 我是不是要变成 这个派遣人力的时候呢 其实必须要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观念 或有一些资讯 必须要了解 比如说那派遣人力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一般的所谓的正职员工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享有的就是所谓的 劳动福利啊 健保 劳保啊 有薪假啊 那对于所谓的派遣人力 他还想有这些东西吗 是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往说 我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 我不用再看老板的联系 我不用固定上下班 我什么时候爱休假就休假 可是 在某个程度上面 你必须要去认知 这些自由工作者 是从很多的不自由里面 去换过来 这样子 我就拿时间跟财务来讲 像以前 我们当上职员工的时候 其实我想都不用讲 我就是每天固定时间去上下班 然后我每里有一个固定的架 嗯 然后钱就进来了 是 现在不是哦 现在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 你等于你每天 都要为你的案子 从哪边来烦恼 嗯 那你交案的 你你案子运作的一个时间 你怎么去配数 嗯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 需要去自立的 嗯 这个这个东西 就并不是说 并不是我今天高兴做就做 不高兴就不做 嗯 因为你到了 你到了真正的起案 真的要要 要把案子交出去的 所以你就是要能够交的 交的出来 嗯 还有在财务上也是一个非常 需要 需要再去再去 再去考验的一个地方 嗯 以前我们做的再怎么不好 反正我到了月底前 就是会进来 是 可是现在呢 你案子接的不好 你可能忽然 上个月有十几个案 这个月就只有一两个案 那 尤其如果你口碑 不好的话 有些东西是需要靠口碑来 累累的 你口碑如果又不好 又接不到案的话 就很 就就就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像以前啊 你完全不会断车 然后你远远不绝 就我觉得啊 嗯 你要当 营工者打工仔 或者是说 非 做做一个自由工作者 第一个修炼就是你要懂得势力 嗯 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去控制你的 时间管理 嗯 你的财务管理 是 那包括在理财的方面 我觉得都是要学习的 都是要要好好的去磨练 没错 过去我们认为说 我当自由工作者 我自己是老板 我可能就很 就开始有 享有时间上面的充分自由 结果不是这样子的 从当自由工作者第一天开始 你会发觉说 哇原来是你自己每天都在工作 或者说都在位置底下 你一直在做努力都在工作 你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好像变成这样子了 对 因为陈先生跟你想想看 你就等于 我刚刚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等于你自己是老板 是啊 那你老板以前 以前你当员工 你只要人家就要派工作 你把它完成 可是老板你必须要去开发业务 对对对 完全不一样 我们只要 这个就会讲到我们第二个 就是说你要懂得 懂得自销 嗯 消瘦自己 你看到以前我们当政治员工 我只要在interview的那一关 我行销好我自己 然后就可以工作做个好几年 没错 可是现在将来呢 你接案的时候 你不觉得你每接个案 都在为自己interview 嗯嗯嗯嗯 对那所以说你平常 要怎么去promote自己 怎么样去在市场上 创造口罪 以前 这个大概都是行销部门的事情 现在不好意思 现在如果你要当自由工作者 你都必须要有这个本事 去告诉别人 告诉人家说 赶快来选我选我 在那个平台之下 大家开始有这个能力需求的 你要被看得见 没错 好所以要做一个自由工作者 第一个 你要自律 你时间管理要好 你要自己那个能力要够 第二你刚说要自销 要能够销售自己 要能够推销自己 不然谁知道要找你工作了 对不对 好那以前我们在企业里面 有很多部门 大家可以跨部门 跨平台合作 未来你一个人一人公司 一人独大 是没错 可是相对的也只有你自己 能够帮助你自己 对不对 对 所以说自助也是很重要 而且我这个自助 还有更 还有更沉重的 因为 刚才是真的其实有讲到 就是说以前 企业 它最起码劳健保 什么东西都保健保的 好好的 还有退休金 那大概也都提拨的 好好的 刚才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还有另外就是说 我们以前在公司组织里面 都会有一个劳动合同 那最起码 或者是说有工会 可以帮你去除气 所以说这个公司也不太 不太会乱来 就是说他该给你修的教 或者说 当然有一些二子公司 有一些冠老板 他会剥削你 可是最起码都 还照着一定的轨道在走 但是呢 当然你成为自由工作者 就不是 你那个人 你就必须要懂得 怎么去保障自己 怎么去 怎么去 去让自己的权益不受损 所以其实现在 不是在炒一粒一粥吗 在讲说 劳产在在意说 那个劳工的权益 其实我觉得 政府应该要更有远见 因为将来在零工化之后 零工工作者的劳动权益 包括说 包括说他怎么样 不会被 被委托者 给拖欠上场 或者是 或者说当发生这种 这种 这种贴案的一个纠纷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那个权利义务 怎么去规范 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 真正比较大的趋势 没错 实际中你刚提到这东西 我们就不仅要忧虑 台湾现在已经开始慢慢 走向这样的所谓的 劳动派遣 人力派遣的这样子 一种新的工作的方式 但是回过头来看 当这样的人力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到底这些人他本身的权益 该如何被维护 那他跟企业之间的劳务关系 又该产生什么样新的互动模式 我们记得在之前曾经有所谓的 劳动部吧 之前的全身劳委会 曾经想要去通过一个叫做 派遣劳工保护法 这个草案 但是这个草案呢 一波三折 一直到今年 好像都还没有过关 最早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案子就出来了 但是呢 劳团强力反对 但是呢 一直这样子拖延到今天 整个市场的人力派遣 这种现象 已经越来越多的时候 但是我们相关的专法 都还没有出现 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又要走到说 这个企业 这个社会已经在走了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专法可管 其实这个东西是蛮恐怖的 而且我觉得是真的 你刚刚讲的那家 已经是最简单的 因为派遣最起码 他派遣员 这些派遣工作者 最起码还有依附在一个派遣公司 他等于算是还是一个team 但是将来我们刚刚讨论 这么多的一个零工工作者 他并不是架架在某一个派遣公司下面 某一个派遣公司 我完全就是一个one by one的 这个东西又更凌散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有关当局去思考 然后这个我觉得 现在来看的话 世界各国我觉得也非常的不够成 还是很不成熟 像美国有所谓的一个自由工作者 自由工作者的一个工会 他们就自己调查说 有超过七成的自由工作者 曾经被雇主拖欠过薪酬 而且每次拖欠大概就是新台币六千元 那在没有一个保护伞的一个状况下 他们根本就都要不回来 那相对的很多很多的一个 一个纠纷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这个法令 这个制度没有赶快上轨道的话 将来越来越多都是自由工作的一个状况下 譬如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魔暴社 他现在是用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用一个 那那个合作的方式 政府有没有管 有没有法去维护 对对对 的权力义务呢 我看显然是还没有 对啦 那在没有的一个状况下 那将来这个事情 他绝对不会是个案 他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还蛮 这个东西真的我们要赶快 要加紧速度 没错 这个东西 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多了 甚至在这次艰辛雄所说 你写的这个专题里面 甚至看到这个 甚至念到博士 最后他进入职场之后 他想说算了 我还是来做一个打公主吧 他也觉得还不错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博士变成打公主 是一种不得不的现象呢 还是说他认为 他也甘之如鱼 他认为 就算念到博士又怎么样 我不如做个打公主 还比较轻松愉快呢 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杰辛雄 是 其实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案例 他突起呢 有一种 有一群人的一个想法 他可能有理想 有理想 有抱负的一个经验 因为他从小 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学 那对哲学 也非常的有想法 那他一心一意 他觉得他远大的目标 就是他想要到大学里面 去教书 那他又不愿意到 国中小学去 因为他觉得国中小学 都是造本宣科 他想要做的就是说 我能够阐阳 我的一个教学的 我对于 我对于那个 哲学的一个见解 好 但是偏偏呢 他并不是杨博士 那他是土博士 所以我们知道 土阳之间现在在尤其在大学 少子化的一个状况下 很多大学都在退场 那杨博士都找不到工作 更何况是土博士 好 那就算土博士 他的学校又比较不是 我们世俗当中的顶尖大学 那这样又相对来讲 在找工作又比较有趣一点 偏偏他所专攻的那个领域呢 是哲学 那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系呢 很多很多学校在 在要采策要退场的时候 第一个采策大概就是这些 比较冷门的科学 我们大概大概大概 就是说在一般的职场工作 来讲的话 比较供应比较少的 这些科技 就是说呢 那我访问到的这个Case呢 他就呈现一个无工作状态 那或许听到朋友会觉得说 他就去找某的工作 去找别的工作 可是他又不愿意去救 但是他的心态 比较特别一点 他占度他一个生活开销的 一个占度性的一个工作 他里面去打零工 例如说到早餐店去当临时 当临时的一个店员 那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去做做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零工 他做过很多光怪物理的 例如说他当过室药员 也就是人家那种心要出来 然后他 叫做人体实验 他变成了人体实验 然后大概每半个小时 就要透一次血 那当然这个他也付出了 非常多的体力的一些代价 那有时候有一些市调中心 会需要有人去听讲座 然后再绑在那边一整天 他就有几千块可以 他就是专去看这些案例 这些工作 那我也曾经问过他说 那你怎么没有想过说 那我去 我就先伟生到 到高中或者说到国中 我们也去当个老师 对 可是他又不愿意 因为他会觉得说 那个不是他要的 OK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 有很多的选项 那当然或者 或许 收音机前面的 身份朋友 你会不是那么认同 但是毕竟就是 每一个人 对人生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样的一个 自由工作 而且说实在 他也常常会 他接工作也不难 因为现在真的是 您工作越来越多 没错 没错 好 其实对于这种现象 各位朋友 未来不管是您是自主意愿 还是整个产业趋势的变革 企业的需求 迫使你变成是一个 所谓的 非典型的 而是所谓的 派遣性的劳工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 在未来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有更适合的相关的法令 来保护也好 来一起共同制定一个 未来的劳工关系 其实对未来这样的趋势的发展 才是最有帮助的 我们真的也很期待 目前躺在劳动部的任一个派遣 劳工的保护的专法 事实上能够赶快的出炉 但只能关心 我们非常高兴 邀请到的是 《远见》杂志的副总独币 李建兴先生 谢谢李建兴兄 谢谢 好 各位听众朋友 休息一下 待会会中间 我们将进行是 生活医疗大小时的介绍单元